地球上的虚明山在哪里 虚明山是这个世界中 我们的叫小千世界中的最高的地居山 地居山也就是说一地而居 最高的山脉 这样就叫虚明山 从这个智慧上来讲 我们身体外的地球的虚明山 它就在喜马拉雅山 因为它是地居天中最高的 海拔八千多米 围绕着这个喜马拉雅山 它在四面八方 还有八座八千多米的高峰 那么这刚好是成这个对角线 对等这样的一个方位 然后围绕着喜马拉雅山 而组成的一个群山 在它的北方南方 西方东方东北 西南西北 东南相对的有八峰 加中央喜马拉雅山是九峰 九个山峰 海拔都在八千米 这个大家将来有机会去研究地球 这个地势图的时候 是可以看得到的 那这刚好呢 对应着我们全西宇宙中的 就是在道立天宫 有三十三重天 道立天宫 有三十三重天 道立天是我们在地球之上的第二重天 那么第一重天叫四天王天 四天王天呢 它是在这个道立天的山腰的四个方向 有四大天王天 海拔对应着是因为山的半腰 所以我们对应着地球的八千米的这个高度的话 刚好是在四千米这样的高度上 四千米这样的高度上 那这就是叫四天王天 四天王天 那么在地球的这个 我们想对应的这个高峰 海拔四千米的高峰 那么在我们地球的八个方向 以喜马拉雅山为中心的八个方向 都可以寻找到这样的高峰 比方说我们之前去过的台湾的玉山 那就是海拔将近四千米 我们上次去尼泊尔的这个黄亭点 那个海拔也是三千九百多米 将近四千米 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些地方呢 相当于四天王天 以及它的从属的八天 那么里面的这个 我们叫第一重天 上面的道立天是第二重天 叫地居天 那么每一个八个方向的山峰 每一个山峰分四方 所以是总共有八个 叫四八三十二天 平面的三十二天 再加中央一个天三十三天 平面三十三天 那么相对应的 这个人间地球上的道立天空 那么就是在 以喜马拉雅山为中心的 这样的一个 整个青藏高原上 那么昆仿山 昆仑山 刚好是在山半腰的四千米左右的地方 昆仑山是向东方向的四天王天 就是东方 东方这个多温天王的天王天 那么还有北方 还有南方 还有这个西方 都有一个海拔四千米的这样的一个高度 围着喜马拉雅山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务实 在地球上要务实地认知这个大地理 当然在我们体内也对应着有个徐弥山 那么这个我们在《黄庭经》中看到的 我们《黄庭》所出的地方 就是一个它叫高翠威 高翠威就是指的在喜马拉雅山的山顶 那么海拔八千米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也就是在地球上的道立天 那么在因为它是地居天 地居天在往上没有土地了 没有高山了 上去就是空居天了 第三重天夜魔天就是空居天了 第四重天道立天宫 那也是空居天 是在云彩中间这个展现出来的 随处结香云 这样展现出来的一个有象的实体的空间 里面的世界 所以是我们的地居天在哪 地居天就是我们的下腹腔 在黄庭 黄庭是最高的土 叫高翠威 那么就是道立天的天宫 中央天宫所在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黄庭 这是在体内 中央般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